各位親友朋友們大家好 今天是大年初五囉 大家要準備收心了啦 因為呢 國定假日呢 假期已經快要到開工的日子了 可能明天呢 開始大家就要上班囉 我們應該呢 要怎麼做 來讓自己呢 可以在新的一年的工作運更旺呢 口袋呢 你可以先放五色鈔 五色鈔呢 象徵五方敬財五路財神的意思喔 五色鈔呢 我們新台幣的話 可以放200塊當第一張 因為200塊是綠色 接下來是100塊紅色 500元咖啡色 還有2000元銀紫色 以及呢1000元藍色 依照這樣的順序呢 就是五色鈔五行 代表你的財富呢 生生不息 可以放在你的口袋 或者是呢 你的皮夾裡面 甚至你的包包裡面都可以喔 要記得喔 這個五色鈔呢 放了之後呢 一整年都不可以花掉 那如果呢 你覺得你在職場上呢 小人特別多的話呢 你可以呢 身上配戴個 九宮八卦牌喔 因為九宮八卦牌呢 上面呢 有12生肖的圖騰 還有呢 方位喔 所以代表就是說呢 我可以避開 所有跟生肖 跟我不合的人 相沖的影響 2018年呢 有幾個生肖呢 要特別注意喔 比較會有犯小人的問題 就是 生肖屬 馬的朋友 還有屬虎的朋友 以及 生肖屬 猴的朋友 還有我們 生肖屬 龍的朋友 要特別注意 這四個生肖呢 平常一定要多 謹慎小心 然後呢 不要亂說別人的壞話 以免呢 招致一些口舌是非 要特別注意囉 今天大年初 準備開工囉 祝福大家 在新的一年呢 都可以步步高升 智慧大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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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